自古以來 靈媒比比皆時 靈異事件 塵出不窮 極具創意 HK026 帶你進入神秘的科學領域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026的第39集 這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 Kym最近算了一個名盤 有一位客人就找Kym去選一個名 那個名是關於他的兒子的 他說他一出生 小朋友就懂得說英文 他本身是中國人 先生和太太都是中國人 也沒有在胎教那段時間不停聽英文 但不知為何小朋友出生後懂得說話 第一句就是英文 他就覺得小朋友很特別 詳細我就不透露了 但在這裏呢 我就想 為何要說這一集呢 就是其實最主要我想分析一件事 我亦都看到網絡上很多 有很多人說到前世甘心 又或者說到很多 如果說到前世甘心 基本上就是沒有辦法可以證實到很多事情 他們很多時候 甚至乎我看到有些個案 前世甘心呢 前世甘心呢 那些 一個小朋友可以知道他前一輩子 住在哪一個 譬如說在印度或者在哪裡 明明是在美國的 那就去到印度 那他的父母呢 走到印度那裏呢 就找回 那就發現到呢 就說他可以說得出呢 那個家庭裏面 有一位成員是離開了的 當時他住在哪間角樓啊 住在哪間房子啊 喜歡看什麼書啊 很多很多事情說得出來 其實是很吻合的 這件事呢 其實在我們基督教裏面 我們早早就已經是有 也都 他們有他們的派講法了 那在基督教教義裏面 我們也都找到一些答案的 那這答案是怎樣呢 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神 我們也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 當然啦 魔鬼只是Lucifer 是一個墮落的天使長 然後帶同天上三分之二的天使 一起墮落 跟著他做魔鬼 OK 作為魔鬼使者 而中間呢 其實呢 我們常說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其實我們的心 我們做好事或者做壞事 其實都是 跟佛教所說的心魔 那就是在我們心裏面的 那你有時是會有掙扎的 那譬如說 例如說 我很相信有很多人會掙扎的 例如一位司機 之前說有一宗新聞 一位司機 車裏面留了不知八十萬美金 那我相信這些就是 司機究竟拿回警署好了 還是自己代賣好了 那這麼大的數目 相信如果他自己代賣的話 都很容易被人查到的 那好了 那這些都是一些內心的掙扎 那我想說一件事就是 我們怎樣解釋這件事呢 其實呢 是基督教的教裏面 就會覺得就是 既然這個世界上有魔鬼的存在 那魔鬼 它可以穿越不同的人那裏 可以留在不同的人身上 但不一定就是說 你們不要想著被鬼負責 一定是發癡 那樣 就好像做戲那樣 一個一個 一個很弱質纖纖的女生 可以拼掉幾個大大隻隻的男人 大隻佬 絕對不會是這樣 有些情況下 他可能很正正上上的 他甚至乎真的是 他就是會 附在一些有權力的人 或者是 一些東西他可以 就是去控制到影響一件事 令到這個世界更加充滿邪惡的 那這些 這些我們所謂的魔鬼呢 其實他在A那裏 進去可能在A那裏 逗留了一段長時間 那當然他就會明白 他跟那個人相處了一段時間 他當然知道那個人的喜好 喜樂 喜歡什麼 喜歡看什麼書 住在哪裏 哪間屋 什麼都知道了 那他也可以隨著時間 離開了那個人 就去另一個人身上 那一個 譬如說剛剛出生的小朋友 那裏 他也附進去的 那這些情況下 他可能有前一世的 即所謂的前世記憶 那這一點是 一點都不出奇 但是 我們覺得就是說 我們也不可以說 因為一位小朋友 他們帶了前世的記憶 另一個人的生命 或者另一個人的 一些瑣碎的記憶 就說他這個是被鬼附 或者是怎樣 因為我相信一件事 其實魔鬼是 隨處 就是神也是隨處 就是周圍都是會 經常是與我們同在 在那其實看著我們 那而魔鬼呢 也都是我們身邊 一直看著我們 在找適當的機會裡面 就去製造攻擊 製造這個矛盾 然後又製造很多的 令到社會很不和諧 製造很多的猜疑 令到很多人就是 大家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 那我相信就是說 如果要戰勝這些缺口 或者要這些魔鬼攻擊的話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 是要有一定的信任 雖然有時懷疑是保護自己的 但是我相信就是 人與人之間 應該是盡量去 不要用那個猜疑的心 是盡量去 去相信別人 那只要我覺得 如果不涉及金錢 或者利益的話 那其實一點來說 我會撇孫 我自己做人就撇孫 我不會撇孫 我不會撇孫你說謊 或者怎樣 我會撇孫了那一集 你第一次見到的人 你就批孫那個人是100分的 然後或者什麼 你才慢慢減分的 有些人就批孫 見到的人 尤其是以前我做iBanker 那他們那種 那個idea就是 一切做了最壞的打算 就把人給了0分 然後逐點加下去 加credit 那看你用哪種眼光去看 那但是 這件事我就想回應回 有些網友就問到 前世甘心 或者怎樣的 那當然 有些人算命算到 有些人解答不到 他就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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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甘心了 前一世的東西 那其實說真的 前一世的東西 你怎樣可以引證到 可以就是可以 你說的 所以這件事我比較會少用的 那好了 那今集就 大家分享著更多新聞 OK 拜拜 好